中文字幕志愿者 行动党在第14届全国大选攻下柔佛14个州议席 州议会解散后 行动党在这个月初陆续对外公布巴罗 明吉摩 班加兰和东甲的候选人 也是柔佛古来国副议员的张念群 今早到普莱山生态公园 巡视公共设施维修项目时表示 其他选区的候选人还在敲定阶段 最终名单很快就会出炉 观生是 阿倫-阿倫-阿倫式庆栏 可以贿承成方 SYL 与这一位主案中的邦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即刻我们没有本质决 另外,针对卫生部部长凯里昨天透露,相比早前,马六甲和沙拉越两场周选的情况,这一次柔福周选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会比较宽松。 张念群促请卫生部尽早公布详情,好让各政党和候选人有时间充分准备。 在古来我们确实也接到人民的投诉,有些时候会买不到test kit,所以我觉得在我们Omicron的这个个案例越来增加的时候,我也希望卫生部能够确保各区的这个test kit都是充足的,那么还能够确保说大家都能够出入都能够得到一个安心。 柔福周选举提名日定在这个月26号,投票日则落在3月12号,竞选期前后一共是14天。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